常常看到有些人亂拜 也是拜到發瘋的 也是有的 拜到發瘋 所以路間小廟不可以亂拜 對不對 尤其有些陰廟 就是說有些廟其實 我們這樣講 你去拜廟還OK 反正你就拜它 但是你不要求它 我曾經 我的客戶 他去也是小廟 陰廟 就像那個什麼大眾爺的那種 他去求 萬山董 他求什麼 他說這幾的路頭 如果發丟 我就來這裡 做魚給你看 做什麼 做魚 弄一場戲給他 就是他 中了一個小錢 哇 那怎麼辦 不夠半夜 不夠半夜 買了兩尊布袋戲 在前面就演起來 因為在... 還是要還願 感謝啦 謝謝就這樣 然後我們跟之前在玩大家樂的時候 還記得一個新聞 就是有一個女的 對 中了 他也是一樣 也沒講說多少錢 說你... 你如果... 你如果發中 我來聽特林武團 就是 聽給你看 對 結果 也是中小錢 只好自己去獻花 去獻花了 對 這個... 這個有這個... 你身材 不要 不要跟你保證 不要 對啊 神想不想看 你就吹 沒有人的心 他沒有人的心 看 沒有人的心 結果 你看到他的身材不好 就給他更殘 給他更殘 那種姑娘廟這樣子 然後他就去... 因為有些人去姑娘廟還願 他會還一些首飾啊 耳環之類的嘛 那他就去跟他求 然後就帶上去 他希望帶上去之後 那個客人啊 不但會點他 而且帶他出去 還會給他小費 結果沒想到 有一次就是做到那個生意 做到一個客人 對他很大方 結果沒想到是 惹到那個... 他老婆那邊去知道之後 好像找外面的兄弟 還是什麼吧 把那個酒店小姐的腿 就是... 打斷還怎麼樣 他... 他現在... 也是... 只能... 不良於行 對 就是沒有辦法走路 所以就變成說 的確他有得到 那個男生給他的錢 可是他的身體 他已經不是正常人了 不過這個是算有得到還好 那我就曾經聽過一個案例就是 有一個年輕人 差不多30歲左右 但是他從退伍下來之後 工作一直很不順 然後一直在換工作... 然後那時候就有人跟他講說 我們在變那個... 那個... 就是東方的那個... 那個將軍 因為... 五營的兵家在我們的那種鄭桃廟 有... 東西南美中 對... 他說... 我們在... 東西南美中 那間廟... 你就可以去拜看看 結果他就真的去拜了 可是拜了之後 從那一天晚上開始 每天都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來找他 然後纏了大概一個多月 是真的人嗎 不是 是在夢中裡面 可是他覺得很奇怪 第一天有春夢 還滿高興的 第二天晚上 同樣一個女孩子 第三天就是同樣一個女孩子 然後每次來就是找他同樣的事情 結果他覺得很怪 而且那個時候他開始弄小三勒 然後吃飯也吃得很不正常 然後兩個五營都出來 他們這樣覺得不對 我們這小孩子很怪 應該中邪了 後來才帶他去那種大廟裡面去問 結果是祭公師傅這樣叫下來 就跟他講說 你最近有去一個不該去的地方 被女鬼纏身 然後就一直追溯一直去查... 然後我才查到就是說 他們那個冬夜將軍... 冬夜將軍已經沒去了 已經走了 先走了 然後剛好有那邊的一個... 就是姑娘 那種往生的 然後經過那個地方就附上去了 我懂了 你的意思是說 有很多廟其實裡面沒有神 沒有神了 是鬼 對不對 對啊 其實有的時候像姑娘廟 有的也很大間 那個就...那個還OK 對 可是有像旁邊那種真的很小間 你不曉得是神還是鬼附予在那邊的 所以人家說拜廟要拜食材廟就是這樣 可是要有人帶你去 或許認識 那時也有中途之家 當然啦 所以我剛才說是 台東大江那樣 有一個廟 要去學生這麼多 這個神明 差不多去差不多... 雕塑了四五百尊 四五百尊 結果... 去到尾了 興費不夠 心意不夠 去到一半廟 這個神明不可以幫他拆 風吹日曬怎麼辦 最後呢 就把它放在旁邊有一家 Hotel 汽車旅館 汽車旅館 老闆說 沒關係 放在旁邊放在旁邊 就把他這個 Hotel旁邊有一家倉庫 這個人放在那邊 結果 他想說 這神明不可以開工 有幾次開工 放在Hotel的門外 然後把這個當作 倉庫當作他們中途之家 不好意思 人家Hotel的旋律越來越好 因為過的人都拜一拜 那個服務生 每次拜拜 每天的客人 所以Hotel 他要拜什麼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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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清講這個讓我想到就是說 這在基隆 基隆他成立了一個神明中主之家 但是他要收錢 就是說 你把你家中不要的 撿到的 遺棄的 或者是說 你爸爸在拜 但你不是信佛教 道教 你是信天主教 你爸爸走了 這個項留給你 你不想要的 你通通放來我這 然後呢 一年就是三百塊 對不起 更正 一個月是三百塊 對 你就放來我這 滿貴的 這個民間流傳的拜拜禁忌 其實你進廟去問就可以了 是 我想講的是一個 第六個 任何負面想法的話都不要說 尤其是質疑神明的話 會遭到處罰 你就沒事 你就要從哪裡 你要去跟他拔罵嗎 說 你有準嗎 你有準嗎 你到底有準嗎 不要去 你信你自己 對不對 這真的不要去 對 那再來呢 這個世俗的願望 跟菩薩求才有用 求錯對象會無效 其實坦白講 世俗的願望 永遠沒有辦法滿足 其實我這邊有做一張表 然後用這個機會 跟觀眾分析一下 其實我們這五六年來 跑過了公廟 然後所歸納出來 就是說其實很多觀眾 真的到了廟 他不知道怎麼去拜一拜 其實我們就是簡單餓 然後先承就好了 首先就是我們 一般來講就是說 對 我們去一定要洗手 敬身 倒不一定說你一定要說 什麼吃宿幾天倒是不用 除非是法事 那再來就是準備貢品 很多人會弄錯就是說 他今天有的會帶酒去 但是他拜的是水果 其實水果是要配清茶或是茶 那如果你拜 你傳的是三星 就是配酒淚 對 然後還有金子 然後之後呢 點香 那點香到底要點幾柱呢 其實很簡單 那個他會跟你講 對 廟裡面會講 但是有的廟他不講 他沒有寫 那你就很簡單 就是看他裡面有幾個樓 天公樓 煮樓三張 那一般的配四樓 就是一張都夠了 那再來就是參拜 參拜來講的話 進去的順序一般都是 對天公樓先開始 朝外 除非你今天是去玉皇 那種 就是供奉玉皇大天尊的 比如說像台南的開去玉皇宮 這一種的 你天公廟 本地天公跟祖樓就是一樣 那之後再就是佩士省 那佩士省就是從龍邊開始 就是所謂的左邊 有人會負責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左手邊 其實不對 神的那個像 看左手邊就是龍邊 就是我們的右邊 對對對 然後再來再派 派右邊的佩士省 然後五營兵將 那另外就是進廟門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就是 從龍邊進 然後虎邊出 但是有很多人會走中門 中門是不能走的 有的廟裡中門會關起來 但是有的他沒有關 因為中門就是開中門迎接 神明在走的 或是有高官來的時候在走的 然後另外很多帶小朋友去 會去打火燈 其實這是不好的 要跨過去 對 要跨過去不能打火燈 那祈願就是很簡單 就是很簡單 你報你的三層八字報完之後 你要的心願 你只要講清楚就好 但是不要講太多 你太多神佛 他也沒辦法幫你處理那麼多事情 然後整個祈願完之後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需要請示 比如說 我想要求簽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 你那個時間去呢 是不適合的 對 所以你應該要先問 哪一天有 像星天公他就不是每天都有籤筒 對不對 對 他應該要先問說 我現在要請示 我要買個房子 今天適不適合請示 如果他給你咳杯 你就不要再問了 如果他給你鑫杯 你才去抽籤 那抽出來之後 再去求 這一支籤 是不是就是要支點我民間的 如果是他就自來給你鑫杯 其實他的方法很簡單 那之後再化金 對 化金去燒那個 金床 金床 那鑫杯有些人會覺得說 要鑫一杯還是鑫三杯 對 其實這個是有爭議的 有的人說一杯有的人三杯 但是在我的看法 這種東西不需要去執著 對 因為你就跟他講說 如果真的是 這個是指引我的 你就請你給我一杯 你就擲一杯 對 我有一次去 不曉得哪個廟 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說 請問這主神拜的是什麼神 因為要問主神 我們才二稱呼嘛 對不對 我說 那我可以只拜他就好嗎 這樣 我看到其他還有一堆 然後那廟公園很客氣 是可以啦 但是你到人家家裡做 只跟一個人打招呼 他這樣回答就好廟喔 好啦 我說 就這個也拜 那個也拜 那個也拜你拜 對啊 後來我發現 信主耶穌基督比較簡單 然後拜起來 對 OK 好 進程哲理 謝謝你們的收看 祝你們晚安 拜祝你們